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五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冲撞的新闻 非常冲撞 我们用的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大概我用他说 他文章刚写出来大概20分钟吧 20分钟到25分钟 是写的卡尔松 卡尔松谈到了川普 而跟他对话的人呢 是俄罗斯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也是这种类似播客的主持人 而里面谈到的主题是死亡 卡尔松在昨天到前天 在他网站上 主要是他接受别人的一些访问 就是反向的作单 反向操作 他发表了非常激烈的 非常激烈 我们知道跟大家分享奥巴马那故事 那个相当激烈 所以 但我没有看到更新的一种说法 但这篇内容呢 他谈到了川普 大家还记得他跟川普那个interview 那个采访报道 采访报道现在是2.64亿 2.64亿流量 这是一个不可比的 不可想象的数字 几乎所有评价的说法 说这样的数字呢 是因为有些很 有些虚假成分 不真实的成分在其中 我相信所有评价 站在媒体角度 评价这个问题的 在他一个合理的推测的背景之下 有着一种酸葡萄的成分 因为任何一家媒体 都不会有这种东西 不可能 也想象不来 也做不出 也做不来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那这样的话 他只能是以另类的方式 因为你要暂训他 福克斯或者CN 去赞许这种行为的话 就等于是自我的灭杀 所以从他机构 从他的本质来讲 他不可能赞许他 而卡尔松却很认定的 就是很直接了当 认定的这种方式 所以包括他的片头的更改 也就变成了叫卡尔松 卡尔松在X上 而不是卡尔松在推特上 原来是卡尔松在推特上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框架背景 在昨天 在今天披露出这段内容 是讲 卡尔松在 在就一口气的 不听弦的 去描绘了今天 川普的背景 他对方问他说 你为什么问川普说 你想过 想过是否被自杀 被杀掉 当时川普在 2.6亿的那个采访当中 是回答是那样 说他们是野蛮人 他们是完全不可理喻的野蛮人 很显然川普也不愿意面对 自己被杀的这个推断 然后结果对方就说 卡尔松 说难道你没想过 你也是一个正在行走的 一个可能被杀掉的死人吗 卡尔松可能当时 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 后来反应过来 他也没否认 他说 他们把他 把川普 恨之入骨 卡尔松的推断就是 他说你要知道 对川普进行了两次弹劾 进行了四次 两次弹劾 进行了四次这样的 刑事指控 而每一次弹劾 跟每一次指控 就促成了川普的 竞选的本身的 那种极端坚实的基础 就是越指控他 选民们越支持他 而且那种支持的那种坚定性 是前所未有的 跟现在政府的对抗性 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这一份是整个这个 这个 与川普对立的敌人 就是川普的敌人 是完全无可想象和不能接受 如果这种状况 就这么维持下去 维持到真正大选的话 那所有今天左派 恨川普的人 都不希望他出现在 大选的选票上 一旦出现大选选票上 那是非常难以应对的 就是美国人可能会以非常仇恨的方式 这词不好用 就非常感情的方式 去选择川普 抛弃今天的他的政治对手 非常感情的方式 那就 这个词应该是用的比较对了 那这个场面是难以修长 难以收场的 那他们也都知道 在今天华盛顿的政客 就包括两党的政客 都不接受川普 但共和党受罚到目前 是没有能力 已经没有能力 去阻止川普 但他党内的太多的人 又不支持川普 那只能让他消失 这就是卡尔松的描绘 有他存在的道理 他的关键点就是 阻止川普进入竞选 这是他的时间点 那有关之于说 窃取选票 采取大选的手段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那个到了 那只能说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就看他会怎么样 卡尔松 一口不歇表示 正在加速暗杀川普 那作为自由的体制 已经没有去 没有能力 没有选择阻止他 再次成为总统的任何的说法 就是 已经没有其他路途了 当法律程序用完之后 对付川普的手段就没了 那只剩下一条 让他消失 那而俄罗斯的主持人明确讲说 他说你要知道 你自己也是一个正在行走的死人 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不愿不愿让你活下去 你是一个巨大障碍 卡尔松做出了谢斯底里的推测 跟他对手的人叫做卡罗拉 那他主张按照川普的说法 他承认川普的推断 对他是一种猎物的行为 而对方呢 也认为卡尔松也面临等疼的状况 被起诉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就是让他消失 我们不能用暗杀这词 YouTube他肯定不让用 所以这个故事 都是为了以为别人好的名义 去掩盖真相 卡尔松完全去推断说 承认川普的说法 百分之百的支持川普的说法 他遭受到腐败的 完全政治动机的当局的打击 完全是为了阻止他竞选总统 因为大家也已经摊牌了 所有人也承认 川普自己也表态 如果他回到白宫 他将对现在所遭遇的一切 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大家就以这样方式摊牌了 那这种摊牌的基础就在大选 就在大选 川普也就等于是顶成了自己的身家姓名 他的评论是跟俄罗斯著名的 这个网络叫做 叫索洛维洛夫 那我叫不出来 就是俄罗斯这家这个人 共同谈论等同的东西 在他的播客上 叫埃德姆 埃德姆·库罗拉 直接讲述了 为什么川普回备爱上 这应该 这个就是这个俄罗斯人 卡尔松跟俄罗斯 他的在乌俄战争中 完全支持俄罗斯 这是卡尔松自己取向 所以跟现在是 跟现在所谓主流的说法 是对立的 他们起诉他 结果每次都让他人气上升 如果你从批评开始 然后你去抗议他 再去弹劾他 最后起诉他 都不起作用的话 会怎么办 就是对付川普 批评他 对抗他 弹劾他 气诉他 都不产生作用 那只能杀掉他 所以说很显然 所有人都知道 只能让他消失 他没有人会这么说 但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会不会一定是这样 他们已经决定了 而且他们完全决定了 是两党共同的决定 在川普身上的一些东西 让他们遭到了致命的威胁 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一份品质 所以他讲述的是指 川普的品质 生命品质跟他 出世的品质 政客是不具备的 那政客是利用国家的名义 获得自己的利益跟名望 但川普不是 所以他就 他就讲述了本身 这段故事 然后他提到 他认为美国跟俄罗斯会展生 会展开战争的 那他有自己的说法了 那我就我个人 我只能说 我就跟大家讲这段故事 我个人也很难说 俄罗斯跟美国直接发生战争 我想不好 我只能说我想不好 卡尔松的推断是因为乌克兰 而且他认为呢 跟美国大选有关 他一定在 如果民主党处于极端弱势的背景之下 发动战争 是获得大选的一种手段 所以他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然后但是对方就直接讲述他 直接讲述他 你想过你是否会被暗杀 这一段内容 是指川普被问到的时候 你是否被暗杀 他说他们是动物 他们有病 然后就讲述了 整个 卡尔松对川普专访时 那一段的视频 大概2.38亿 现在不是 现在2.64亿 他说这不是一个直接的比较 然后川普就谈到 就谈到了川普对 对这个普京 对这个拜登的抨击 然后谈到了辩论会的本身 当时川普是说 拜登可能不会参加 参加不了明年大选 暗示的意思就是拜登的身体将会完结 就在这个时候 结果俄罗斯的这位宣传家 对于卡尔松就提出了类似的说法 这是昨天晚上 就说你想过你是一个 走在死 行走的死人吗 就突然就对卡尔松这么说 那他说 你想过没有 一个死人在 一个死人在行走 他很相信 在指控跟谈劾之后 将被暗杀 川普将被暗杀 但是呢 他自己本身也面临着等同的故事 这是整个对话内容 显示着非常 它不是完整的 英国的美日电讯也没有完整 这是昨天 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在卡尔松的这个X上没有看到 卡尔松的X上是采访的另外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其中有的故事 那个人是与体育相关的 那个视频大概是40多分钟 因为这么长内容 卡尔松设计的内容呢 就非常的 跟美国人 美国社会关系的内容相关 与我们距离呢 我个人觉得有点大 因为很多具体人 咱们一点都不熟悉 一点点都不熟悉 但是其中 他会包含着 卡尔松对这个国家 对今天美国政府的态度 所以我们 我个人只是愿意跟他 有我们针对性的跟他分析 那这种针对性 在一些媒体上 当中有报道 但是在福克斯 在这个福克斯新闻 在纽约邮报 在美国的很多媒体上 都在故意回避 卡尔松 故意回避卡尔松 这是真的 所以这种故意的回避呢 在川普的年代 也曾经有过 至于说卡尔松 后面将会怎么做 我们并不清楚 但卡尔松这个团队 现在这个团队 是真的 是真真切切的 因为从他提的问题 他拍摄的整个 这个陈设布景 背景 那是显然一见 所以他如果把那些人 都接到他自己的studio 来进行专访的话 那需要很大费用 所以应该有人在帮助他 协助他 但如何某种肩架结构 支撑起来 我们不是很了解 按照川普的说 按照人们推断的说法 卡尔松来访问川普 那一集视频 卡尔松可以拿到100万 甚至更多 现在2.6亿 从马斯克的广告费上 抽走100万 甚至更多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是有条件去制作 就是完全就以这种方式制作 收看的人是免费的 那应该在这种背景之下 收看人应该是免费的 因为太冲撞 很多人没有条件去付费 看这个东西 而只凭借广告收 所以就有点跟我们这个 目前状况很类似了 这是一种个人生存的方式 感谢朋友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